其他人会产生责任问题 你看难过有什么责任 所以当你难过的时候 你应该很高兴才对 我这些人会难过 就表示我有羞耻心 我这些人会难过就表示 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我这个人会难过 就表示我有责任感 我怎么会难过 你老板不让我做就不让我做吧 什么稀奇 为什么老板不让我做 我会难过 就是因为我有责任感 那我就想办法 去把我的责任感表现出来 那我的责任感 为什么表现不出来 就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嘛 那能力不足 我回家就多练习嘛 我多人要请教嘛 然后过两天 我完全是个新的姿态 那我就可以尽到责任了 那他就不会给我难看 我就不必难过 这就叫转化 但是 我们难过的时候 我们经常受到压抑 不敢表达 因为我们从小就有些禁忌 有一些禁忌 好像你表达出来 就是不对 尤其好像男人 有泪 不轻弹 男人掉眼泪 很丢脸 所以你就忍住 那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 说男人也要掉眼泪 这都是二分法 其实中国人讲 不掉就是要掉 你看不轻糖 就是不轻易流眼泪 还是要流啊 我们不会解释嘛 叫你男人有泪 不轻糖 就是不轻易流 你到处流 那你什么样 但是当你要流泪的时候 你就想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刘备 刘备就是哭出来 他天下都是哭出来的 哭哭哭 哭到游荆州 哭哭哭 哭到游宇州 哭哭哭 哭到当汉中完 那为什么不能哭啊 很多人事业是哭出来的 很多人机会是哀求出来的 那你愿不愿意是你自己决定的 你又不能说到对 也不能说到错 眼泪 换肚子里面吞 怕丢脸 怕麻烦 伪装一切很正常 这样好不好 我的建议是偶尔为止是很好 常常这样是不好的 偶尔为止 有时候有这个需要 但是常常这样 你才对不起自己 所以有人他是关起门来 痛哭一场 然后出来跟没事一样 这种调剂 其实流眼泪对眼睛好 对身体也好 但是过分的哀痛是不行 你会受不了 我们应该要记住 长期的隐藏 难过 对身体是不好的 适当的让他排泄 因为长期的隐藏 长期的忍住 会变成无力感 而无力感再下去 就变成无助感 最后自己会救不了自己 那下面我们谈一谈 什么叫哀善 哀善跟难过 其实十分密切的 原来是我的 现在不见了 原来我很珍贵的 现在被偷掉了 原来这个机会是我的 结果被人家墙 占掉了 那这样我当然会哀善 你看我们几个人 在争一个职位的时候 得到人很高兴 得不到人 他就很哀善 我们难过难过 到最后忍不住 他就会哀善 所以他有很密切的关系 照照镜子 看到自己一年比一年老 你就哀善了 然后亲人去世 当然哀善 还一个人喜欢养狗 那狗死了 他也哀善 我不反对 养狗 那么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